2015年的俄罗斯炮兵大师军事比赛现场出现了一幕搞笑的场景 中国队驾驶全球最先进的海流炮一技绝尘 而后面的各国选手依然在使用老式海击炮 进行慢吞吞的停车 卸车 布置掩体 架炮 钥炮 发射等不同的游程 这场比赛规定参赛国必须使用本国军队现有装备 各国军队当时就傻眼了 他们还在使用老式120海击炮 中国队却带来全球顶尖的120海流炮 这仗没法打呀 很多人谈到中国武器时认为是无用落武落后等等 他们不知道在中国军工人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下 中国武器早已不是昔日的落后局面 解放军偶尔亮出一些独门兵器 连美军都羡慕的看着 中国人太有钱了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中国那些领先世界的先进兵器 其中有一种导弹连俄军将领都说美国挡不住 第五名PF98式120火箭筒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中国都一直处在苏联的坦克集群维系下 怎么发展打坦克的能力 一直是中国陆军最关心的问题 PF98火箭筒 就是这段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它是一种同时将强化威力 降低成本作为核心设计要点的武器 是不平营连内替代反坦克导弹的廉价选择 中国军队这款火箭筒 虽然不是世界最先进 但120毫米的口径世界第一 600米的射程全球最远 能击穿800毫米钢甲的战斗部威力最大 就算是美国陆军最先进的M1主战坦克 挨上一下也绝对不好受 所以小编把它放到今日仿单第五名 第四名 零四式步兵战车 在中国如果你看到一支部队拥有零四式步兵战车 这绝对是全球有名的那几支土豪部队 这款步战可是引进苏联技术的豪华装备 零四式步兵战车可不是简单的靠配苏联技术 零四步战车采用如今主流的发动机前置方案 中部为仿制的BMP3炮塔 后部为成员舱 除了三名成员之外可搭载7名步兵 应用铝合金焊接车体防弹能力良好 大马力柴油发动机并且拥有非常好的机动性能 只是其车体外形似乎显得高大 中国军工为零四步战安装了那台火力强劲的俄国炮盘 100毫米低压线炮加30毫米机关炮 上考防空下跌打坦克标宝 这样强的火力美军要拿也得想想 所以小编将这款步战车放到今日榜单第四名 第三名 零五式120海流炮 海流炮是海流炮演化了一种新战性器 既可以取射也可以直线瞄准 是一线步兵最适合的火力支援武器 中国陆军从2008年初 在济南军区第54集团军 某铁军师首先装备零五式自行海流炮 而后大量海流炮开始装备装甲步兵营的直手炮员 作为赢一级随叫随到的支援火力 在15年的炮兵大师比赛中 我们就能看到海流炮的优越性 大部分三赛队仍然在使用老式海击炮的情况下 中国代表队悠哉的开着零五式海流炮 到射击点打完三发炮弹迅速走人 而其他国家参赛队还在那里慢吞吞的卸车吊炮 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国陆军在步兵营一级 装备120自行海流炮 第二名空警两线预警机 现在空战中预警机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可以说是整个战斗的指令发布中心 左右着整个战局 中国在这方面虽然起步最晚 但已经不落于全球任何一个国家 甚至有所超越 空警两线预警机的总师 陆军曾自豪的说道 我代表我们整个团队向全世界说 做世界上最好的预警机 空警两线预警机上装备的那台雷达 采用世界最先进的数字式点扫描 相控制雷达 基本是比欧美俄等国的同类产品 先进了一代 中国预警机最大的短板还是在大飞机 如果未来我们能造出波音7次机那样的大飞机 来搭载我们的预警雷达 中国将是当时无愧的世界第一 第一名东风四一洲际弹道导弹 根据外媒消息称 中国火箭军在去年可能已经列装最强大的 新式洲际弹道导弹东风四一 外媒声称 这种导弹射程最远达一万五千公里 从中国东北部地发射 就可以覆盖美国全境 对于中国东风四一的能力 美国将军甚至用中国试射最强洲际导弹来评述 这已经足以说明东风四一强大的投射能力 当东风四一实战化部署后 火箭军三个旅一次性能投射360枚核弹头 那是任何防御系统都无法拦截的饱和打击模式 此时才是真正的真理在射程之内 东风四一是一种让美俄都谨慎对待的武器 所以小编将它放到今日榜单第一名 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今日榜单 在国人的印象中 中国的武器一直与落后联系在一起 但小编要说的是那是过去 现在很多武器我们是领先的 中国军工产业正在不断现代化 但是其过程并非是自建国时就一帆风顺 但是经过中国军工人几十年的不懈努力 中国武器早已溢于世界之巅